好 来看到这个参选人林聪贤 他发动了竞选攻势 打造一样幸福列车 从罗东一路开到日前淹水严重的东山乡 这个林聪贤他痛批现任县长吕国华 是这个绩效不张才会让东山淹水 而吕国华正眼予以反击 痛批林聪贤力挺沉水扁 是个黑白不分的人 两个人可以说是隔空频频开火 打造了幸福列车从罗东投尘 开到日前淹水严重的东山乡 就拿淹水当话题 林聪贤狠狠批了现任县长吕国华一顿 每一次都是跟选举高 用一个记者会来跟我们东山人骗一骗 东山河经济后很少的淹水 虽然这次的河水比较大 但是我们整个东山河煮好多 余积很严重 最有的新骨了解 这种的经济 没例如八年八百油的淹淹水案来处理 我想是不是天灾 这番评论 吕国华阵营也召开记者会 全力反击 你想当县长的人 你连这一点都不懂 都没有大势大悔 你如何来跟攀谱 划清界限 所以我们认为 林聪贤你已经不适合担任县长 竞选活动即将开打 蓝绿两阵营就已经发动攻势 一来一往隔空开火 中文新闻的医生双眼琴 宜然采访报导 机灵营